我們不贊成的 因為你要辦一個試台會 試運會 你要辦一個試運會 還要去中國做什麼 你辦試運會的成敗戲於中國嗎 是希望中國來幫你忙 你才有辦法辦好嗎 中國在運用這些民進黨人過去訪問 就是普通訪問當作統戰的方法 酬化有趣 這種時候我認為 余秀妍或者黨內比較重要的人員 都不應該去 他們今天是當著小茵茵的面講的 不只是反對陳舉上次去 現在連余秀妍要去他們都反對了 親愛我跟妳講 如果說是統戰就不能去 那通通不要去了 因為在阿扁滿久當選之後 這個中共中央就有個很高級的秘密會議 裡面就有定調 說從今天開始我們要積極跟民進黨接觸 而且要釋放善意 還有很詳細的說明 遇到民進黨的人 不要講一國兩制 不要談和平統一 這些都有定 你現在講那全部民進黨都不要去 一個都不能去 都是統戰 中共是有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要積極跟民進黨的人數接觸 了解 歡迎他們到訪問 那我們到台灣內部的時候 我們要積極的跟民進黨人士跟現場接觸 有這樣一個秘密會議 而且做成結議 而且送給各幹部 那這種釋放善意的這種 算不算統戰 當然是統戰 那要統民進黨 那你如果說統戰去就不要去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今天中常會做這個決議 把蔡英文的這個登陸要點免了 我覺得這對蔡英文是個挑戰 對他的黨主席權威也是個挑戰 不過我覺得民進黨很難過 因為他在議題上只有打馬虎眼 我想今天一位審議員在這邊 民進黨面的議題在選舉之間 只有打馬虎眼 所以他沒辦法辯論 他沒辦法定這個登陸要點 那剛剛談審查標準在哪裡 你不辯論沒有審查沒有這個登陸要點 那你還要去審查 這就是什麼 呂秀蓮我也跟你講 呂秀蓮早就想去了 結果讓陳菊拔了頭香 當初中共本來是迎接是打算 第一個是呂秀蓮的 結果沒想到陰錯陽差 讓陳菊拔了頭香 今天李副總統又出來講了 他說我沒有公職 我自由資深 你今天規定什麼 要什麼縣市長以上全部 我沒有公職 他說什麼 香港跟福建相關團體都已經邀請了 他7月份去訪問美家之後 他就會來評估 七月我來接細平的話 現在老共對接見 是接待台灣台方 尤其是綠營人士的標準 是非常低調的 尤其是你意見越強 他越不跟你談政治 他一路都不跟你談政治 除非到北京最後一個 他才決定是看你一路的表現好不好 你表現好 他也許私底下跟你講一些 你表現不好 他都不講的 因為今天他統戰的目的 你所謂統戰 成功與否 就是你一路平平安安來 一路平平安安回去 不扯我的台 不讓我難過 有一個綠營的人來了 又回去了 統戰成功 那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請問綠營的黨中央 如何處理 誰會被統戰 誰不會被統戰 還有我講劉修蓮 劉修蓮今天的困難 不在黨中央 也不在對方如何處理他 也不在他去中國大陸之前 以後要怎麼表現 他現在最大的麻煩 就是過去生理的工法 講太大聲了 他現在無法處理了 他現在綠營周報 大部分的金主 都是反對他去的 所以你今天旅學人 真的想去的話 你就要有勇氣 說本姑娘 不要你們的錢了 你們撤了 我綠營周報 不發行也沒有關係 停刊 那我就是要去中國大陸 但是好 如果這樣你克服了 有這個勇氣克服了 你去中國大陸 你的哪捏也要非常的小心 過由不及 都會風險 我如果是他 我跟妳講 今天已經做到副總統了 就想想輕浮就好 不要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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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辦法 繼續飛去的 我跟你說 我搞不清楚李修蓮去中國大陸幹什麼 就 風光一下 如果去 不風光呢 現在邀訪的單位 是個地方的單位 他在幹個副總統 我認為他不會有什麼大的場面 邀請他去 因為李修蓮去那邊 也不曉得 去那邊 中共就真的是很光彩 因為李修蓮就很光彩嗎 不會 李副總統 我一定要幫李修蓮講個話 第一個李修蓮副總統去 一定會有很多媒體跟去 你放心 因為媒體會希望他嘴巴裡面 有沒有講什麼奇奇怪怪的話 所以 不要以為不會風光 只要有媒體在 就會很風光 第二個李修蓮講說 對台風光 對啦 對某種意義 就是很多媒體報導 搞不好講個話 比較特殊一點 還會上中央電視台 第二他講說他沒有公職 不過不要講李修蓮有領我們國家的薪水 卸任副總統的薪水 卸任他 對 所以是準公職的身份 不過自由之深倒是確定的 他的角色是剛好是非常非常的獨特 那我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在中共的定義裡面什麼叫統戰 就是廣交朋友減少摩擦叫統戰 所以他當然希望說 現在還是不行啊 現在民進黨還是不行 我現在呼應一下沈大拉講法 就是說他們現在的做法 就是我跟你民進黨交朋友 對不對 只要沒有摩擦順順利利的話 就是統戰工作就算結束了 換句話說增進了解 他現在對自己很有自信嘛 說你看我的建設這麼成功 我的奧林匹克這麼偉大 我的這個什麼世博會馬上要開展 歡迎你們來 那你們適應會要嗎 陳菊來了 我們以理善往來 派出最龐大的代表團去 而且你還保證我們說 我們的人不會被嗆一下 不會被打 那好啦我就更找更多的人 去買你的觀眾的票 讓你的私運會辦得很風光 好啦那你陳菊以後總 不好意思翻臉吧 所以這種廣交朋友 可是我覺得民進黨要想清楚 中共要跟你交朋友沒有關係 你就倒過來跟他交朋友 你有你的立場 他有他的立場 還是可以交朋友嘛 民進黨加油啊 對啊陳菊就收啊 你怕去被統戰 可是今天中常會是這樣定的啊 被統戰就不能去 中常會這樣定 像秀蓮姐說 我無公職自由之身 錯 連戰連先生過去 對不起他是副總統 我們還有四個隨護 國安局的隨護 當年為了要解決 連戰連先生的隨護的問題 還有他配槍不掛彈的問題 雙方都有交過風 今天秀蓮姐 如果他真要去中國大陸訪問的話 接待成績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 國安局的隨護 要不要跟著過去 這也是一個問題 那你第三個 你談論的議題 到底那是什麼 他不可能成立一個國共平台嗎 他仿造國民黨的比例辦理的話 那是不可能的 那 對於秀蓮姐要不要去 對於所謂蔡英文要不要去 甚至於民進黨黨公職要不要去 我個人認為 民進黨不必怕中國的統戰 就是去 有話提醒這個很重要 國安人員現在 還是有隨附跟在 李副總統旁邊 他去的話這問題要解決 對 那個是他可以成行以後才去 那你要問這個 李副總統 李前副總統 他為什麼 這個剛剛沈大佬講的 說他拉力在哪裡嗎 那就是看在說 這個民進黨或是他的支持者 對民進黨人 附中的這個定義是什麼 他們過去對國民黨都會 貼標籤說 清責是講說被統戰 重責講說清中賣台 如果他這個定位 不改的話 那李秀蓮他會有壓力 就跟民進黨中央 不敢定明確標準 什麼叫做我沒禁止 我也沒鼓勵 下去就可能說去試試看 很多人都會抱著說去試試看 因為你就是下一個 可能會被定位成這樣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民進黨這些不敢定規則出來的原因 所以今天林左嘴出來講 你這樣是不是限縮了人家的安全 這表示是什麼 一個判斷已經被緊縮了 他說違反民主的整個程序 那林左嘴開爆之後 或許有沒有什麼 不知道本系為什麼 抗議 可是今天最特別是什麼 他直接講啊 香港跟福建的相關團體 都已經邀請了 我馬上就要決定 切婚我就要去啊 天要下雨 梁要出嫁 我看秀蓮到中國去 去定 你從他一連串的談話 我想重點 不是香港福建 應該是北京當局 其實這是有互動 我們記得 李秀蓮第一次到中國訪問室 第一次接受中國評論是感知的 第二次新加坡聯合早報 都是一有說是 這兩個報紙 對中國大陸都是有對內性的 有影響力的 回過頭來講 你看 今年3月的時候 政協下面的台門小組 也公開說邀請李秀蓮 事實上雙方都在互動 我想北京當局 目前應該說 在非常緻密的評估 的確李秀蓮用這個 卸任副總統身為 是非常棘手敏感的 但是我認為可行性 成形非常大 我甚至相當懷疑 李秀蓮到美國去 事實上就是安排到中國行程 在台灣畢竟動見觀瞻 或者被國安局監聽 但是形勢是改變的 我贊成李秀蓮區 那當然 向傅雄兄的提醒 我是贊成的 因為分寸拿捏 陳菊是全身而退 所以沒有事 其實民進黨黨中的支持 對不對 所以動見觀瞻 分寸拿捏 那是他的智慧 但是我贊成區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 就像最反共保守的尼克森 就到中國去扣關了 是因為中樞分裂了 看出形式 今天形式是完全不一樣的 民進黨必須面對 中國大陸這個政治經濟 各方面一個新現實 這個新現實 你已經不能說 你就是個黑暗大陸 那不可能的 你必須跟他打交道 跟他互動 這個互動 陳菊啟動了 李秀蓮啟動 我在旁觀者看 對民進黨的發展是好的 能要面對現實 不然現實就面對民進黨 我補一句就好 就是說呂秀蓮 他不會用前副總統的身分去 他會用玉山週報創辦人 他要去跟那個訂戶 他說很多訂戶在哪裡 所以他用創辦人 用民間身分 用玉山週報的創辦人 可以啊 你如果對中共有了解的話 你就知道 什麼香港福建團體邀請 哪有香港福建團體 敢邀請呂秀蓮的 那只是個門面 後面是中共中央訂得掉 中共中央邀請呂秀蓮去的 讓呂秀蓮能夠方便成行 弄個福建香港團體在那邊 弄個門面在那邊的 現在很重要的是怎麼樣 欸 他講說要去大陸已經好幾次了 這次是直接講了 香港跟福建團體都已經邀了 可是現在壓力看起來有啦 不是只有民進黨說 可能要審核問題啊 獨派說你敢去的話 我就連那個什麼 周報的堅寡都可以戳回來了 我是要鼓勵我們的呂秀蓮副總統 應該大膽的去 那獨派說邀請斷你什麼 周報的經貿 不是我看他沒有去啦 獨派有什麼精脈可言 不過那幾年而已 你會出現嗎 不是我出現問題嘛 李秀蓮在獨派以外去 募集資金的能力也是相當強的 大家不要誤解他 他的確有這個能耐 那光獨派一兩個 而且那些獨派攤出來 跟你沒有關係 獨派攤出來都七十幾歲 我看就算了吧 李秀蓮加油吧 勇敢的去 李秀蓮過去批評那個朱立倫 跟胡志強 他們兩個去那個海峽論壇的時候 他說像那個熊貓團團圓圓一樣 那如果李秀蓮要考慮自己 過去批評過別人 他現在多一隻叫連連 連連去 不是 怎麼自我第一 台灣女黑熊 你不要吐槽他好不好 事實上很重要 就是因為他象徵意義 剛剛講了 連國安人員都要跟著去 第二個總是當過副總統 這個門一開的話 不只是兩岸 特別對民進黨 國安人員是技術問題 現在副總統也是問 不是問題 也那個不是問題啦 這是時間到了 李秀蓮以他的智慧 他的個性也擋得住了 他就要夾起來 你認為他是堅持的樣子 我在氣墊 對啊